叛委员早安 部长早 我想部长 原来我今天看了这个题目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就讨论过 所以我们也认为 实际上您说的证照并不是执照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得很清楚 也认为最主要是在技术上 灯光音响甚至舞台 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专业人才的培养跟认证 那原来我在想说 其实怎么会又排这样的题目 但经过大家这个询答以后发觉 还是有些人不是那么清楚 那所以大家可能也非常的关心 甚至也有人啊也很担忧 非常的恐惧 既然社会有这样的恐惧 那最近这个昨天我才看了 大前研一先生在讲 台湾他觉得是这个非常的进步 但进步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现况 觉得有担忧有忧虑 所以呢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担忧忧虑 也是促进台湾进步的一个原动力 但是他有个临界点 如果超过了碰到什么都害怕 碰到了中国就害怕 碰到了核能也害怕 碰什么都害怕 超过临界点我想很多事就没有办法来推动了 所以有时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 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这种担忧 应该化为我们更加倍的努力 更能够创新的一个力量 那我想方才这个蒋委员也提到 我们这个因为原来我们文化部 是从文建会变成文化部 但文化建设委员会 它比较是整合性的 但兼文化部之后 它是掌管整个政策 而且直接执行政策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您现在不管是流行音乐 还有电视电影 我想还有这个单人影视音乐 也包括唱片等等 但你也知道现在唱片 真的是状况很惨烈啊 其实日本像Sony 它不愿意改变 也快要结束了 在这一块市场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 都是我们值得来面对 而且要提前来做的 而且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在1997年 我们实际上在亚洲 我们应该算第二名 就日本在我们的前面 但现在我们已经到第六名 在全球也从13名变成28名 所以呢的确是让我们要来想的 尤其在我们的流行音乐里面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最主要还是华人市场 但华人市场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节节 因为我们现在大陆 也在我们前面了 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在以前大陆 他们有很多 但他是要听台湾的流行音乐 但现在他们自己 也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 加把劲 加紧脚步 还有呢 像这个电视 我上次也跟您提到 就是说我们也交换过意见 就是说你如果 你不是华人市场 你只是日本市场 所以到底我们要走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将来怎么样来整合在政策上 能够这个捏拿 我觉得也是我们非常关切的 那这是我先这个提出来 那因为今天也有人提到 就是说这个当时公事 为什么五个人打电话 就把它做了一些转换 就说这个有节目 但我也很好奇 我也希望部长了解一下 同样这个节目 为什么不晓得是谁关切 为什么在一年里面 播出了七八次 同一个节目 你要了解一下 公事 难道它没有什么内容 没有东西了吗 为什么同一个节目 有这么优秀吗 一年可以播出七八次 平均两个月就要播出一次 你要去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优异在哪里 为是谁关心了 我希望把这个关心的人 也能够公布 这个公布出来 至少要先告诉本席 到底是多少人关切这个节目 好不好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想在这里 您看了您这个第六页 第六页 这里面您说这个执行情形 跟后续规划 你说你们这个影视局 从一百年 但那时候还是文建会时代了 办了有关这样的一种 育裁的补助案 鼓励来这个有关制作 发行展演行销课程 那一共开了676堂课 训练人次达到2391人 这个是人次 我算了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好像就3.5人 那我不晓得是怎么计算法 就每一节课上课的人就这么少 它不是这个 它是怎么分类 第一个它分几梯次 还有它是怎么分类法 是 我可不可以请局长跟您解释一下 好吗 好 局长请 各位好 我是流行音乐组 郑组长 那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这个 就是说它的课程 开设的方式 有一点不同 所以它是综合的计算 那例如像政大 它其实是整个的一个 就是一个学期的学程 那所以就是上课的人次 就是变成说 其实是可能是同一批人 那他们其实是上了不同的课程 那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 所以我们是用人次来计算 那如果是用人来计算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种状况 它一般来讲我们 那一共几个人 因为人数不多 对不对 所以到底几个人 对 这样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要讲 就是说像一般开设的课程 那大概都会有20到30 就说例如 它到底要几堂课 例如我们认为 对 这个灯光 它可能是 或后制作 里面包含几个 它到底要几节课能完成 例如像我们档案 档案你要上完我档案课 可能要上200多节课 一个人 对 那所以你这到底是怎么样来计算 委员这样好不好 其实我们都有很详细的计算资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后部 给委员参考 那现在不要人次 到底人呢 你能告诉我们吗 不好意思 我现在手边也没有资料 那我只能稍微表达 就是说 其实在每一堂课的话 大概都至少会有20到30人左右 对 没问题 你把这资料也给我一份 好不好 韩文员不好意思 我们一定马上提供资料 他这些人 其实人数不多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在职的训练 他基本上本身都已经是大大小小的专家 然后来让他 等于是像有点大师的精进班 所以他是人数是少的 因为我想方才这个蒋委员也提到 就实际上在培训后的人数也很少 并不是很多 就2.5个percent嘛 就是说如果他学了以后真正去执行的人 那个是指学校政科教育出来的人进入职场的 我们这些都比较是在职的训练 所以我们希望就说我们能看到比较清楚的方向 那再一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这个数位您也提到 也是我们要加强的 但是呢 因为今天我们教育部次长也在这里 我就不请您上来了 因为我们昨天还在讨论 到底我们这课程 因为我们12年国教的这个课程也正在关心 但是我很担心是国小的部分 竟然科技是零 这个零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数位我也说了 在英国他认为频宽已经是一个human rights 是一个基本人权 所以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 而且我们很多东西可以透过数位 还有网络的学习 然后来进行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扎根 所以我觉得这有排挤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之课程 要的话将来怎么去灵活运用呢 将来未来这整个关系 完全整个的国家发展 因为这已经是世界潮流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知道 只要不在潮流里的 你什么时候被淘汰 不知道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 有时候我们常在一些枝节上计较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比较往这个整体上来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位的课程是必要 而且要加进去的 那这对于我们将来整体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 因为我们今天是3C的制造 这个制造第一大国啊 但是运用的小小国 还不是小国 是小小国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向下扎根 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这种 我们未来的这种方向啊 我觉得我们要需要整体来做一些思考 而且我们以前培养的这些人 其实是大量的流失 那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但别人用了我们这些人才 把它发扬光大了 但我们人才在身边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是人才 但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 糟糕 人才不够了 但你从头培养 速度没有那么快 那我们怎么样 直接跨过 把国际性的人才 或这个将来发展的方向 能集于这个集中 然后呢 能够展现啊 这个要有迎头赶上啊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这段时间 已经是落后了 但要迎头赶上啊 我觉得是要有一点时间 而且要做好一些准备 而且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这个数位上面的这个东西啊 就像一些老一点的歌曲 期限也没有了 你像去网站网路上抓也抓不到了 但这是这个整体的趋势 你也挡也挡不住了 所以对这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做 而且来鼓励啊 甚至有些老的音乐 我们把它经过这个整理之后 变成现代化 我觉得也是为大家所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发展一些什么风格 我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校园歌曲 这算不算是流行音乐 但它算校园歌曲 但那时候很好代表那个时代那个感觉 但现在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相当值得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流行音乐 我们就要像美国一样 我们也要从爵士乐开始 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 怎么样能发展出来 我们现在一直讲的是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所代表出来的流行感是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具体的呈现 跟有计划的培养这样的一些人才 那我觉得未来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是赞成尽量鼓励证照 但是呢又回过头来 我们也希望政策 因为年底才出来嘛 这又回到我们当初说的 等到所有出来以后再宣布政策 可能啊更合宜 因为你还不承受就先说 先说然后再来这个调查 再来准备你的政策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民有时候 会有些这个错乱 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走 我想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将来政策 政策目标都很清楚 该怎么做也能具体拿出来 让大家更清楚 我们一个整体的发展方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派委员的提醒 谢谢